嗨大家好我是科幻迷波马 今天为大家介绍星际杀手的天外语视频 科学家们曾预测有颗叫毁神星的小行星呢 可能于2029或者是2036年撞地球 后来他们辟谣说不会了 谁料呢现在花锋一转又可能在2068年撞地球了 万一真的撞击 它的威力将如同15.3亿吨TNT爆炸 截至目前呢我们已经有了三大应战手段 分别是等它烧毁撞击和推拉 但是我们也有一个致命漏洞 很可能在小行星入侵时万劫不复 说起来有点难以置信 但每天坠落地球的陨石都有100多吨 2018年有颗陨石掉到了白令海峡的偏运地带 它解体爆炸时释放的能量是广岛原子弹的10倍 但因为实在是太偏远了 人们过两年翻卫星照片时才发现它 2013年俄罗斯亚宾斯克也发生了陨石撞击事件 它途经城市被无数射箱机录下 附近区域的窗户都被震碎 大约1200人受伤 经济损失接近10亿卢布 就算这样呢 这次灾难还是减弱过的 因为这个陨石是斜着撞的 在大气层中多次跳跃 就好比打水漂 越漂 威力越小 它如果是笔直撞向地球 就像拎着石头90度砸水面 那将是毁天秘地的灾难 具体会有多严重呢 恐龙已经替我们体验过了 一块珠摩朗玛峰两倍大的陨石 以秒速16公里的速度撞向墨西哥 这速度比子弹还快50倍 爆炸的冲击波在几百公里外都能感受到附近恐龙悉数死亡 陨石撞击还向大气释放了3251吨的瘤 它又遮挡太阳 让冰河时期毁灭了剩下的恐龙 如果不是这颗陨石 很可能陷在地面上还爬着恐龙 你们呢 也不会在这看科幻分子啦 如果让我们切身感受一下陨石撞击 又会是什么体验呢 我们首先会发现脚下有了两个影子 一个是太阳照出来的 另一个是陨石尾巴照出来的 陨石接近地面时 普通人会感觉头上更热 光头人群也不能幸免 陨石撞击地面之后会有片刻的宁静 但不到一秒冲击波就奔勇而来 它时速1100公里 把一切高楼大厦移为平地 16公里外的人可能会幸存下来 他们会看到地上炸出个大坑 参天蘑菇云如同核爆炸 他们无心欣赏 因为陨石尘埃会影响全球气候 人类文明按下了倒推键 终点会有多糟糕 没有人知道 万幸的是呢 只有大型陨石可以威胁我们 因为地球自带一道防线 大气层 它会让小型陨石燃烧殆尽 平均每年就得消灭个30个 月球因为没有大气层的保护 就被陨石砸成了这副 坑坑娃娃的样子 大家代入一下 就能感受到大气层的作用了 但只靠大气层保护是远远不够的 人类也在试图了解和防御小行星 我们20年前了解到的近地小行星只有这么少 但现在发现的已经有这么多了 其中有威胁的小行星有2000个 最著名的叫毁神星 它会在2029年跟地球擦肩而过 到时它不太可能撞来 但是它会受到地球引力的吸引 离地球越来越近 最终可能在2068年撞击地球 影响它的因素太多太多 所以很难计算出精确的撞击概率 做好防御准备才是万全之策 防御手段肯定不会是像电影一样 预示不决和平解决 真正有效的第一种手段 是拿飞行器当锤子 轻轻地捶小行星一下 它时速高达24000公里 在撞到小行星之后 会让它的速度发生轻微改变 大概半毫米每秒吧 哪怕这种微小的影响 也能改变它的轨道 不过小行星有很多种 其中一种是40小行星 它本质只是一个石头堆 因为石头间的引力聚在一起 这时第一种手段就不行了 飞行器撞它就像拿枪打一袋石头 石头能吸引冲击力 方向几乎不变 第二种方法是把飞行器 当拖拉机拉小行星 由于小行星和飞行器之间有引力 它们俩应该会被拉着紧贴在一起 这时只要给飞行器的引擎加速 让它总是在小行星前面 就能牵引它一动了 这种影响也很微弱 大概需要牵引几年 甚至几十年 才能让小行星偏离航线 但是也是一种有效的办法 所以只要我们提前侦测到小行星 时间充足的话 就可以有足够的方法应对 但问题在于很多小行星是没有观测到的 我们目前发现的小行星 直径大多大于137米 还有更多小型的没法预测 它们至少有15000个 直径大约45米 足以威胁城市 就像白令海峡和俄罗斯的陨石那样 还有更危险的系外行星 比如2017年在夏威夷发现的奥默默 它的名字因为使者 是人类发现的第一系外隐石 它以每秒26公里的高速冲进太阳系 我们对此毫无察觉 等到终于发现时呢 它已经要离开太阳系了 2019年的暴力索夫彗星 是人类发现的第二个闯进太阳系的星体 它的速度极高 达到时速几十万公里 而且轨迹疯狂不可预测 不管是它还是奥默默 如果它们真的要撞击地球的话 我们发觉是已经天崩地裂 为时太晚 明年小行星撞地球的概率非常低 未来十年 一个世纪之内的概率也很低 但时间放长到几百年 几千万年 总会有小行星撞击地球毁灭地表生命 这可不是幻想 而是发生过一次的历史 但愿那天真的来临时呢 我们已经有了足够的应对手段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欢迎关注科安粉丝 咱们下期再见